这是蒋介石一生的痛 百万大军一触即溃 整个中国拱手相让 甚至就连国之栋梁 也纷纷选择弃暗投民 而在一百多万弃暗投民的国民党官兵中 就有四个人官制一级上将 要知道自成立以来 国民党内部也就不过十七名一级上将 而这也成为了压倒老蒋的最后一根稻草 想知道这四位上将究竟是谁 党中央又会如何欢迎他们的吗 欢迎百度搜索弃暗投民的四位上将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1949年眼见三大战役接连败北 蒋介石慌不择路再也无心恋战 在身边人的建议下 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 准备四击反攻大陆 临行前望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大陆 蒋介石百感交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原本占尽优势的自己 竟然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这几位自己颇为看重的四位上将 竟会在关键时刻不约而同 背赐自己 第一位上将 就是有着宋公之称的国民党元老 程乾 1905年 程乾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 成为了孙中山麾下的得力志士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 程乾还曾作为军长领导革命军作战 可以说是战功赫赫 但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进行 程乾却敏锐的发现了自己 与蒋介石在革命理念上的鸿沟 渡江战役后 因为不仁三乡父老 再次遭受战火的摧残 程乾最终率部起义 投靠共产党 并积极促成长沙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程乾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生活幸福美满 第二位上将则是李宗仁 李宗仁亲自领导过台尔庄战役 还曾打出过中国军队 在正面战场上的首次大截 是蒋介石旗下最具实力的军阀首领 只不过虽然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但李宗仁却对蒋介石的政治理念抱怨极多 1948年国民党选举总统时 李宗仁还曾与蒋介石公开竞争 成为蒋介石最为忌惮的竞争对手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 也是李宗仁顺位而上 一手推动了解放军的渡枪战役 1949年因为害怕被蒋介石清算 李宗仁逃亡美国 直到晚年 想要落叶归根的他才重返大陆 并在毛主席的安排下 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 积极推进两岸统一的工作 第三位上将是和尚将军唐生智 虽然贵为国民党一级将领 但唐生智却是为数不多的 从未与共产党打过仗的高级将领 凭借自己的出色能力 唐生智在北伐战争中一举成名 但同时也招致蒋介石猜忌 两人矛盾健身 南京宝贝战后 唐生智便主动退出了国民党阵营 过起了自己清闲的日子 直到被共产党的诚意感动 他才应邀出面 最终成功的劝强成钱 为长沙起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唐生智得到共产党的重用 先后任湖南省副省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最后一位上将则是海军名将陈绍宽 因为出生于海军家庭 父亲又是清朝水兵 国外留学归来后 陈绍宽便加入革命队伍 开始在国民政府海军中担任要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 期盼祖国和平的陈绍宽 对蒋介石的内战指令十分反感 最终因拒不执行命令 被蒋介石撤职 1949年8月 在共产党的努力下 陈绍宽欣然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在他的帮助下 中国海军得到迅猛的发展 而他本人也官至国防委员会委员 功继赫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